今天我们是到了松山文创园区 要到松烟的小卖部 来参与一个蛮有趣的小活动 走吧 其实是本岛社它有一个五月份的活动 是要做耳环的 我在想说挑战一下两个小时不晓得 可以做多少步 它门口就有蛮多的活动 不同的印花花纹 很可爱 在那边 经过两个小时的课程 我们是完成了十九步的耳环 那我听老板娘讲说 在那边目前这一块 有人两个小时是可以完成 二十七步 超厉害的 那这些耳环呢除了我自己之外 还会给我妹啊 给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哇 哇 欢迎回到YA Diary 如同前面的影片所见呢 我上个星期是单枪匹马 前往松店的小卖所二号店 制作这一副副 很可爱又很有特色的家世耳环 这活动呢是一千元限时两小时 大家能做多少副就带多少副回家 所以如果你眼睛很快的话呢 做上二十副应该其实不是问题 而且这每一副耳环都是依照个人的喜好和眼光去做搭配的 所以虽然说它款式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每一副都会很有自己的特色 送礼、自用、养、相宜 那我们带回这么多副之后呢 除了自己要留下来的以外 想要送给朋友们的款式 应该要怎么包装才可以更完美呢 我们就看下去吧 那今天的影片最后还有抽奖小活动 前文就出过啦 你记得我们先前有去进补过一大批的纸材吗 这一次呢我们就会使用到这其中的素材 像我们可以挑选这一种 稍微带有一点厚度的纸片 把它裁签成适合放耳环的一个大小 那我们可以选这种外面市售的耳环一样啊 把它戳一个洞 再把耳环挂在上面 那如果你选择鲜艳啊 或是本身就有花纹的纸张的话 整个看起来也可以很有风格喔 那如果您像我一样啊 想要选这种单色的纸卡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些简单的字啦 帮它加点分 我自己也是喜欢这样啦 我喜欢越简单越好 所以其实只要一句祝福的话啊 或是简短 然后有意义的英文词句也可以啊 看起来就会很干练 又很美丽 谢谢喔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依照 纸的颜色不同 选择不同颜色的笔来做搭配 对啊 而且你也可以就是 让你的纸跟你的耳环的颜色 也可以有搭配喔 那如果像是我啊 因为我觉得我写字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美丽 或是我对内容 如果没有什么想法的话 其实还有什么方式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纸卡 当成拼贴卡来操作 使用一些自己喜欢的纸胶带啊 或者是一些贴纸来做装饰的话 也很加分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像这种深色的纸卡啊 我就会想要使用文具人格的这个作品 简单一点好了 我们先拿这个大的红色耳环 假设啊 我们把它放在这上面 好像有点单调对不对 我们就再给它加几道这种 漂亮的PET 像有一些纸胶带 它也有一些锯子啊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用那种来贴 哇 刚刚的锯子耶 反正为是像这样的概念来进行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我们就试试看吧 这一副呢 就是一般的黑色纸卡挖两个洞 然后再用很简单之前提过 復古蕾丝 贴贴贴 沾到 就完成了 这个比较简单 它就是找了一个 比较漂亮的大理石素材质 来打底 结果没有做什么装饰啊 就蛮好看的 所以就沿用 第三张就是找有底色的纸 那我在旁边夹了几道金线 写了一句英文字 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 好 完成了之后呢 这三副耳环 我就会把它放在 之前我们去纸编试级墙 这个行动带 大家有没有印象 放在这里面 送给大家 OK 就这样子的 我们完成了一些小礼物 那我们就决定啊 那从这里面啊 调出三副耳环 来送给你们 没错就跟之前的抽奖一样哦 只要看完这支影片 然后在底下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感想 而且订阅我们 再私讯到我们的官方IG 就能参加抽奖哟 对 错奖不好 我知道 弹 写 中指可以挂两支 回来 因为它比较长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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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来说啊 這是一個很可愛又很有趣的活動 花兩個小時體驗真的非常值得 雖然說我的手不痛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是意見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哦 別忘記參加抽獎活動 有趣的手作之路持續前行 大家再見 拜拜